欢迎收看上帝的指纹个案分析 近身操练V系列 弟兄姐妹平安 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个应许事实上就是说 神签约答应我们的事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样的来尽情的追求 来操练神答应我们 必定有今生和来生的这样的祝福 上一集是第六集 我讲到我的太太 也是卧力牧师 她决定关闭中医诊所的 这样一个见证的案例 结束的时候提到 9.3线的客观证据 也就是说 上帝的指纹 清楚的带领 让他来 关掉诊所 全心的来侍奉神 来牧养教会 这个呢 因为是神的工作 神自己的带领 我们就把它 称之为见证 或者神工作的证据 用普通人能够明白的话 就是指纹 那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反馈 这样一个答案 就是根据我当时的观察 是哪三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平信心生活 平信心生活 所谓三点一线 就是说 你在这样一个观察的事上 要讲得出来三个神 最好是9.3线 所以它的第一条线 就是平信心生活 其中的三个点是 先有预备 先有暗示 先有工作 先有预备是说 我们的双方父母 按照他们的属灵传统 就是平信心生活 就是不接受任何的 所谓的工资 可以接受弟兄姊妹的奉献 但是作为工资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的弊端 让人觉得汗捞饱收的 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当然这只是一种的看法 并不见得是 所有的人都这样看 也不见得全对 也不是说 在教会里领工资的就错 那不是这样的 这只是一个属灵的传统 我们就不去分辨 所以第一个是先有预备 是预备我们双方的父母的传统 包括我们自己长期服侍神 就是没有领任何的工资 第二 平信心生活是先有工作 他先圣灵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长期的预备我们受苦的心智 让我们经受很多的压力 经济的缺乏 跪在那里 凉望神自己的带领和供应 这是先有工作 让我们生命和心里面的工作 第三 先有暗示 也就是说让沃律看见 我们有它有三方面的需要 需要全心深的来照顾孩子 照顾家和服侍教会 他不能分心 这个就是先有暗示 让他看见 第二条线 就是家里的人灵里面相通 如果家里面的人灵里不相通 通常这个事情会做不好 甚至可能里面就有某种的隐患 或者有某种的暗示在里面 就是神的时候至少不到 或者说家里的人灵里面相通 我们也可以说是里面的这样的阿闷 或者也可以说是内政、外政、同政 所以他里面的感动要放下工作 是内政 我的同意 我一直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他在等我 当我知道以后 当我认真的去考察了以后 我就同意了 这个叫做同政 那我的儿子因为人太小 那个时候根本应该也不太懂事 但是他怎么会不可思议的唱出一首诗歌 叫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而且是在最后一天 过了要去关诊所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外政 就是客观的 第三条线 就是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 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 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素质 他的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信心 第二个点是祷告 第三个点是明白神的旨意 在那个见证的里面 过来是因为压力 常常会有软弱 缺乏信心 但是祷告以后 信心得到平安 得到坚固 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他的祷告其实就是大声朗读 那位先知写的六页子的话 他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看来就是 他在朗读先知的话的时候 照我看来就是像神的祷告 所以因着缺乏信心 他就大声朗读 就是祷告 祷告以后就安静了 就有信心了 里面就得坚固 坚固了 他就愿意也明白神的旨意 那其实呢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要他去跟诊所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周围没有任何人跟他提示 是无中生有提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超然的现象 就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所以在我们日常的属灵生活中 我们要随从自然忽略偶然 注意超然 因为超然的事很可能是出一声 这个就是简单的 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分析 上一集的里面 今天的个案是叫做做不做院长 那做不做院长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林肯基督教大学在成立中国学院之后 需要一位住校的院长 那当时我是第一人选 那我认为我不合适 因为我在牧养新墨西哥州的教会 我也有很多其他的事工 所以呢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做不做院长 那当然我就献决了 也推荐了其他的人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很清楚 是有神的带领感动的指纹 那么下面就是 简单的来描述 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过 在美中发展的 可以说鼎盛时期 双边的交流合作 以及来往是方心为爱 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例外 特别是我们是有使命的人 我们是为了建造教会 祝福社会 回馈社区 造福于人民 更是我们要成全圣徒 使他们进入命定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 各种的事工的项目 所以我们一批的基督徒专业领袖 经过七年 与林肯基督教大学校方的策划 我们就成立了 林肯基督教大学中国学院 我们教育服务的项目 包括招收中国留学生 特别是教会家庭的弟兄姊妹 那么我们在中国国内 也合作新办幼儿园 也投资办高中 初中高中国际学校 以及老师校长的培训等等 那我是作为发起人 也是推动策划人之一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 也最后得到了校长的特别的颁奖 因着我跟前国会员 Bill的深厚的友谊 和长期的同工关系 我就认识了当时的 林肯基督教大学的校长 因为他们是同学 那我就问林肯校长说 我们花了七年的时间 来打造这样一个重要的 基督教教育平台 那你的在学校的任职的 这个任期有多长呢 什么时候结束了 不要我们做了这么半天以后 你很快就辞职了 或者你就退休了 那这个就不是神的心意 他说他刚刚在这一年 重新签订十年的合约跟学校 目的是要专心跟我一起来 全面建立中国学院的 这个重要的项目 所以我就放心了 所以他跟我一起到中国考察 一起跟各种的 这种的专业人士 校方的教授 董事会 校长内阁 他们有七个副校长 一起策划讨论 这样一个中国学院 三个这样的重要的委员会 校董会教职员工 这样一个委员会和校长的内阁 三重的听证都认可了 最后决定启动 包括预算 包括人选 所以的话呢 在实施的阶段 那林肯基督教大学 就需要找一位 住校的中国学院院长 校长说 你就是第一人选 但是呢 我因为当时还在幕会 那我说不可能 我也有其他的事工 但是对我来说呢 应该是其他的人 那我就说 我呢 担任院长 但是呢 不住校 那么呢 我可以提出来一位 副校长住校 作为行政执行 所以呢 我有一天 我就向林肯的校长提出来 有一位叫Tim 这一位宣教士 他是林肯大学毕业的 这个兼职教授 他在中国长期宣教 他也对中国非常的了解 也很有宣教的热情 所以我说 可不可以 我提名Tim 来担任 他说 可以 但是 那这个但是 等一下我再讲 所以我们就决定 在那一年的圣诞节过后 我们双方到芝加哥 跟那个Tim见面 因为我们三个人 都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呢 当我提出来 我们就预备 要来面试 这一位Tim 突然有一天 凌晨的时候 我在睡眠中特别清醒 突然感觉到圣灵清楚的 对我说 不是Tim 而是一位台湾的李弟兄 当时我的心里就像一个结被打开了 非常的惊喜 也十分的感恩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真的不是Tim 而是这位李弟兄 他是我真正要找的人 所以我就想起了 当时我提名Tim的时候 校长说 但是 他说但是什么呢 他说校长说 我想中国学院的院长 应该是一个华人吧 当时我不明白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美国的学校系统 那我是华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 那个副校长也要华人呢 我当时不明白 那我又突然又想起 在前一年的时候 这位李弟兄 在硕士要毕业的时候 需要实习 我就安排这位李弟兄 在一个会议中 给林肯的这位校长做翻译 校长当时的印象不错 所以一大早 我就起来 赶紧跟校长打电话 我说校长 不是Tim 是你认识的那位李弟兄 校长马上就说 这个就对了 他说这个可能就是 你所说的上帝的指纹 因为我也经常跟林肯校长 提上帝的指纹 他说 估计这位李弟兄 就是你所经常讲的上帝的指纹 那我在提名李定兄的时候 他跟他自己已经硕士毕业 他跟他的太太 一直找不到工作 很快就准备要回台湾了 那他的太太呢 就是我们音乐施工团队 非常著名的女高音庄浩芳 那在华牧的油管中 有他的盛乐演唱 他是非常杰出 而且他的这样音乐的 盛乐的侍奉 是感动很多的人 所以校方就立刻安排了 这样一个聘请委员会的人 跟他一起来面试 他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李弟兄因为不是学教育的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很快他就通过了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讲到上帝带领的指纹 我们有很多的细节 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强细的讲 但是重要的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来分析 有一些的思考和讨论 在这样一个案例的里面 问题是说 你怎么知道 这一位院长 当然是副院长 或者叫执行院长 这个候选人 这个人选是李弟兄 你怎么印证 想得更严格一点 你怎么知道 凌晨早上的感动 是从神来的 关键的关键在这 如果他是从神来的 而且你有明白他的旨意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有九点三线 因为这是最后一集 我们没有另外一集 给大家有时间来思考 来给答案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来给大家分析 第一条线 是得到感动时的 一通一亮一热 因为我在句述的里面讲到 当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感动的时候 里面的一个结就被打开了 这个叫做一通 他总结的好像不通 总结的好像哪个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清楚 好像是说不清楚 好像有个结 我也非常的惊喜 这个惊喜就是一亮 也十分的感恩 就是感到非常的温暖 神的同在 这个就是一通一亮一热 第二条线 是先有预备 先有暗示 先有工作 也就是说 这个李弟兄去为校长做翻译 这个就是先的预备 只是我们不知道 当时我们不知道 是圣灵的响起 而且先有工作 是说 这个在灵根需要一个住校的院长 不能是像我这样坚持在外面 所以的话 而李弟兄要工作 所以他就先神就 先在这样的时候动工 让我们的环境都正好是 我不能去住校 而他可以需要找工作 先有暗示 就是因为 我当时在新墨西哥州 的幕会的时候 校长在我提名的时候 给的一个反馈 是说 中国学院院长应该是华尔 这个可能就是你所说的 上帝的指纹 这个就是暗示 第三条线 就是内政外政同政 也就是自己里面的感动 校长的认同 校方委员会面试的通过 特别是李弟兄 他没有教育的背景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九点三线 所以作为结束 我们来给大家一些的鼓励 因为这个最后一集 我们也没有下面一集了 所以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的 最后结束的分享 我辅导过不计其数的人 最关键隐秘的灵界点 在人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面对最关键的灵界点的时候 你才真正看出一个人来 也就是说 他有没有在神面前 真的是来寻求神 他有没有真正把自己交给神 而且他最后的路 必须是自己走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他走 所以简约的跟大家做一个结束的分享 每个人生的阶段 都有重大的决定 这些决定都有风险代价 有后果 有某种的益处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的学习和反思 那对于任何一位基督徒来说 最大最难的决定 就是要不要在神面前来完全交托 信靠他并且奉献和顺服 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最难的决定 他可以照着自己的方法做 但是他要不要照着神的方法 所以事情不太大小 而在乎我们人的信心的真诚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 并且建立与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 正向的经历 神的见证和神的信实 那么只有在小事上 有海量的经验 也就是说天天事事处处 经历在凡事上寻求神 经历神 认识神 信靠神 如果没有事无巨细 谁出多方点点滴滴 不可能真正走出一条路 都是纸上谈兵 一碰就知道他的功夫 无疑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男女老幼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或许在某种被人称赞 羡慕的光鲜的表面 其实我们深受文化的影响 属灵的上 属灵的事上 跟神的关系上是非常的苍白 所以最近看到余虹节目是一个短信 我当然没有去 没有时间去听他的内容 他的一个题目就是说 如果没有奉献 属灵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我自己应该1983年 圣灵的造访 遇见神 就决定将我的一生奉献给神 为神所用 后来我才知道 我才看见 我才明白 在我40年的信仰追求过程中 曾经有7万多次 圣灵感动引导我 如果大家需要 有不熟悉的需要来 知道我的讲解 我的见证的分享 请看上帝的指纹 与今日第一集 第一集 这里面就讲到 神曾经7万多次感动和引导我 但是在里面我也分享到 英国的穆勒弟兄 有5万次神答应他的祷告 神的带领和感动 不见得是最后答应了他的祷告 而穆勒弟兄5万次 神答应他的祷告 而且一半的时候 是当天就答应了 也就是说 有两万五千事 是当天就答应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集 我们盼望明年1月中开始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12集系列 是上帝的指纹 与我信仰40年的历程 鼓励大家 我们借用西伯来书 8章10节的一段经文 来给大家一起的勉励 这里说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智大的 都比认识我 这个就是一个应许 和神的一个保证 我们任何人要来追求他 经历他 见证他 没有一个人 从最小的到智大的 都一定会认识他 所以 荣耀归于神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 神在神 神丰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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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错过他的牧师呢 谁是先给了他 是他后来偿还呢 谁是先给了他 是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归于他 要永远回给他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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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